注意看前方就是徐家庄的仙青角了 可以看到人山人海 这个场面太火爆了 我没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会很少人 谁知道这人留恋这么夸张 也的确 最近几年的仙青市场都特别的火爆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当今社会年轻男女找对线实在太难了 不过让我很意外的就是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仙青角上面的人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 甚至还有头发发白的老人 看到没有 这什么情况 难道这些中老年人都是来仙青的吗 应该不可能吧 直到我看到他们手中的仙青资料才知道 原来这些人都是替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来仙青的 也正是因为他们儿子女儿的婚事 愁得他们头发都发白了 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但是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些人手上的仙青资料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替女儿来仙青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反常吧 在网上不是一直说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千万吗 而且还有些专家说 中国有一部分的男性兼孤独中老 那按照这种情况 替儿子先轻的应该很多才对的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情况 而且我还听到有些阿姨抱怨 说她的女儿这么优秀 怎么就嫁不出去呢 既然这么优秀 那按道理来说应该很多男生谴责要才对的呀 那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三千万 这个数据没有错 但是大部分的男官公都在农村 而大龄圣女又集中在城市 城市里的大龄圣女又觉得自己很优秀 根本就看不上农村男生 他们会觉得下届会建订他们的生活纪念 说实话 有些城市的大龄圣女的条件的确很优秀 但有一些也只不过是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大龄圣女而已 他们都想通过婚姻来逃离农村 所以对农村的官公不懈一顾 都想找一个城市的优秀男生 这就是为什么 城市先轻角上面 真婚女永远比真婚男多得多的原因了 我去过不少城市旅游吧 我发现每个城市的先轻角的情况都差不多 都想在先轻角上面找到优秀的男生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吧 按照当今社会的风气 如果一个男生上市出头 有车有房 长得有点帅 而且身高180以上 还有着年薪几百万的工作 你们会觉得这样的男生会出现在先轻角上面吗 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出现的话百分之连百都是骗人的 这么优秀 根本就不需要先轻 要嫁给他的女人都排到巴黎去了 那席家庄的女生真婚条件又是怎样呢 我就随便带大家去看几个吧 这是一位99年的席家庄女生 是个独生女 有车有房 前早一位99年到95年本科学历以上的 身高175以上的 在席家庄有房的男生 这是一位87年的席家庄女生 身高168 是个独生女 是一名音乐老师 前早一位年龄83到88年的 身高172以上的 人品好脾气好 在席家庄有房的席家庄男生 这是一位92年的未婚女生 在一年级上班 前早一位89到92年的 身高173以上的 本科学历以上的 还要是公务员的 而且在席家庄有房的男生 这是一位88年的未婚女生 是一名独生女 在西起上班 前早一位85到90年的 身高175以上的 有单单 人品好 而且有婚房的男生 这是一位85年的未婚女生 在西起做会计的 前早一位90以后 有稳定工作 而且在席家庄有婚房的男生 这是一位87年的离异女生 带一个5岁的女儿 是一名公务员 先找一位在席家庄有房 有稳定工作 有丹丹 三观正 人品诚实的男生 这是一位83年的离异女生 带一个女孩 在西起做会计的 先找一位小他3岁 大他10岁内的 有稳定工作 有房的男生 好了 大家看完西架庄的女生 只有要求之后 觉得她们的要求高吗 我看完之后 我就想说 祝全天下有钱 不是 有情人 忠诚眷属 那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排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